13年前,四川省达县一名妙龄女惨遭杀害,抛尸垃圾堆,她的死状十分怪异,双腿跪在地上,胳膊向上举起,可谓是相当的甚人,报案人是村口的朱大妈。 2009年3月1日清晨,她如往常一样送孙子上学,刚走出村口,就看到斜坡下有个奇怪的东西,本以为是假人模特,走近一看才发现,那居然是一具女人尸体,朱大妈被吓得不轻,赶紧拨打了110。 接到报案后,达县警方火速出动,现场勘察发现,死者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,身高大概1米56,她脖子上缠绕着一根红色布条,可以确定是窒息身亡,女人的衣服向上卷起,内裤也有扯动的迹象,警方初步估计是性侵,由于前一晚下了大雨,现场根本找不到有效线索。 张队推测,这里应该只是抛尸地点,不是第一案发现场,旁边就是公路,凶手肯定是驾车抛尸至此,可这条路上来往的车辆络绎不绝,想要锁定凶手,简直就是大海捞针。 随后警方走访了周边村民,想从中获取一丝信息,可惜2月28日大雨不断,村民几乎都在家中,没人到村口扔垃圾,更没有注意到可疑人员,调查工作一时间无从下手,他们只能从寻找失源开始。 为了尽快确定死者身份,警方寄希望于广大人民群众,根据死者的基本特征,向社会发布新闻报纸和寻人启示。 2009年3月6日,一对夫妻来到警局报案,称他们女儿已经失踪很长一段时间,警方发布的这个被害者和他极其相似。 很快,DNA比对结果出来了,死者就是他们的女儿何丽,确定了死者的身份,侦破工作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大半,现在只需要排查何丽的人际关系,以及他最后接触的人,即可锁定犯罪嫌疑人。 何丽现年21岁,家住达州,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在家,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,平常都是靠父母资助过日子,财杀的可能性不大。 何家人为人和善,从不与人结仇,仇杀也基本可以排除,警方暂时将案件定为情杀。 何丽父母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,2008年底,何丽跟一个叫魏小华的男人领了结婚证,两人原定于2009年春节办理酒席。 可就在婚礼前一周,何丽突然提出了离婚,原因是两人仅认识一个月,相处过程中发现性格不合,所以想要及时止损。 可魏小华怎么也不同意,要求何丽把交往时的花费全部归还,甚至还多次威胁,要是敢离婚就杀了何丽。 就在这时,尸检有了新的发现,在何丽体内发现了男性体验,而且这种亲密关系发生得比较和平,也就是说属于自愿行为。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是熟人作案,并且两人关系非同一般。 魏小华的嫌疑再次上升,警方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她。 面对警察,魏小华显得有些慌张,她说自己在半个月前跟何丽大吵了一架,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。 自那之后,两人就在没见过,魏小华还透露,何丽表面上老实本分,实际上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, 她对婚后生活一直很不满意,认为魏小华在经济上不能满足的。 她想要过自由的生活,不甘愿受婚姻的束缚,最让魏小华难以接受的,是何丽在外面有很多男性朋友。 其中有一个男人跟她联系密切,两人经常打电话,一聊就是几个小时。 这让魏小华心里很不识滋味,不过她坚称,纵使对何丽有再多不满,也绝对没有杀害她。 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,自己对何丽还是有感情的。 随后,警方核实了魏小华近日的行踪,她的确没有做爱事件。 不多时,警方调查道,那个跟何丽联系密切的男人叫朱春,是何丽的前男友,目前在北京打工。 从和母口中得知,他们本来感情很好,可半年前朱春突然提出了分手,不过两人一直保持着亲密联系。 案发前,朱春也从北京回来了,何丽最后一次出门就是去送她坐火车。 如此可见,朱春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何丽的人,她具备充分的作案时间。 警方推测,案发当天,说不定朱春压根就没上火车,两人发生了某种冲动。 所以朱春杀害了何丽,副局长当即下令,立马赶往北京审查朱春。 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,达现警方很快找到了朱春,她承认跟何丽有过亲密接触,不过事后就坐火车离开了,之后再没有联系。 经合时,朱春没有说谎,她不具备作案条件。 从朱春口中还了解到,何丽不只是跟她交往,私底下还有很多异性朋友,关系特别混乱。 自己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一点,所以才提出分手。 根据朱春的说法,警方初步调查了何丽的朋友圈,万万没想到的是,何丽的交往圈子特别大,初略估计至少有三百余人。 这无疑再次给警方的工作增加了难度,他们只能从这些人中逐个排查。 然而半个月过去了,不仅没能找到犯罪嫌疑人,结果更令警方瞠目结舌。 何丽的异性朋友远多于女性,有的甚至是四十多岁的老男人,只是搭个车认识的关系,也会变成何丽的猎物。 不仅如此,何丽还特别爱撒谎,经常借钱不还,人员并不是很好。 最终,何丽身边的人被逐一排除了,全都不具备作案条件。 警方不禁开始怀疑,会不会是侦查方向一开始就错了。 说不定凶手与何丽根本就不认识,可如果是这样的话,又为何要杀害他呢? 就在侦破工作陷入困境时,何丽的一个女性朋友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,她说案发当晚9点38分,何丽曾给他打了电话,两人约了10点在他家见面,可是何丽一直没有出现,手机也是停机状态,怎么都联系不上。 警方调查到,何丽使用的是公用电话,地址是中兴广场,何丽的遇害时间是晚上11点左右,她很可能就是在中兴广场附近遇到了某个人,然后被残忍杀害。 警方努力地想要通过广场监控寻找线索,可惜范围太大,摄像头太模糊,根本找不到何丽的身影。 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,案件却仍然毫无进展,张队决定从头开始梳理,发现何丽的尸体是, 他的衣服向上卷起,裤子也有翻动的痕迹,这应该是在狭小的空间里完成的,而且抛尸地是公路旁,凶手肯定有车。 警方经过反复实验,推测出何丽的第一死亡现场是在车内,而且根据他胳膊上的伤痕可以判断,这种车型是普通小轿车。 很快,警方在排查中又发现了一条重大线索,类似何丽的红色布条是习武者专用的,用来绑在手上击打沙袋, 这一发现进一步缩小了搜查范围,再联想到何丽约了去朋友家会面,时间那么晚,他应该会搭乘出租车。 最终,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排查范围,有健身或者练武习惯的出租车司机,两个月后终于有热心市民打来电话,称知道有个人完全符合犯罪嫌疑人的特征。 此人名叫彭海华,是一名低个,平常喜欢练习散打,就在何丽出事后不久,彭海华突然辞去了开出租的工作,自己爬了一家小贩馆,还有市民反应,彭海华以往都带着一根红色绷带在身上, 可最近一段时间再没看到过,警方立即对彭海华展开调查,案发当晚,他的确是开业搬车,不仅有作案时间,也具备作案条件,这一切绝非巧合。 通过秘密调查还发现,彭海华岳母使用的手机,正是何丽死后丢失的那一步,现在基本可以确定,彭海华就是杀害何丽的凶手。 2009年8月13日,警方历时5个月之久,终于将犯罪嫌疑人彭海华抓捕归案。 审讯室里,彭海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,交代了杀人抛尸的全经过,其实他跟何丽素不相识,案发当晚,他开车经过中兴广场,远远地看见一个女孩招手拦车,随后他将何丽送到了指定地点,没想到何丽却说自己没带钱,让彭海华带他去亲戚那里拿。 刚走到半路,何丽又提议找个地方玩一玩,彭海华对视心领神会,载着何丽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, 他跟着何丽坐到后座,可才刚亲了亲,何丽居然就要他给钱。 彭海华心想自己不仅什么都还没干,就连车费也没拿到,现在又被倒打一耙,岂不是亏大了? 他自然是不愿意给钱的。 谁知何丽竟大喊大叫,说他强奸。 彭海华害怕被人听到,瞬间就急了眼,拿起红色绷带勒住了何丽的脖子,希望他能够小声一点,可何丽却越叫越大声。 彭海华也只能越来越用力,直到对方没了动静,他才意识到自己杀了人,于是赶紧驾车将尸体抛到了公路旁的垃圾堆。 提起自己的罪行,彭海华后悔不已,家里还有两个儿女需要照顾,他悔恨自己不该一时间被迷了心智,最终酿成了这种悲剧,不仅毁了他们的人生,也毁掉了两个家庭。